小天后Alva 蕭雅萱 这一次飞到纽约 除了进行新专辑的前置作业外 趁这一个机会 Alva也吸收了不少时尚资讯 这一次Alva就要带大家去看看 百货公司为了影集 《欲望城市》里面的女主角 所设计的四个橱窗 像在橱窗里面 有因为Kerry其实非常爱鞋子 从上面那个照片 你看到Prince Manolo 就是她最爱穿的鞋子 那她这个最大橱窗的重点 就是这双粉红色的亮片高跟鞋 我觉得像Kerry本身 就是一个像一个小公主一样 她活在一个非常纽约的城市 所以我觉得她把整个橱窗 弄得就是很Kerry 我想大家看了 应该就可以有感觉 Alva介绍完自己最喜欢的 凯莉橱窗后 接下来就要去看一下 萨曼莎的火辣橱窗 那其他后面的橱窗呢 我觉得很像Samantha 就是因为她有很多像网袜 因为Samantha每次跟男生在 床上的时候 她都会穿出很多很性感的睡衣 那像她的衣服 因为像Samantha 很喜欢穿长裙式的衣服 所以她做的这个衣服 就是感觉很适合她 自己在拍摄的时候 那种吊吊 而梦幻小公主夏绿蒂 她的橱窗是以蓝色系为主 里面还放了两嫩丈夫的照片 来表现夏绿蒂一生 都在找寻真爱的感情世界 橘色橱窗则是为精明干练的 米兰达所设计的 其中包括了许多与她职业有关的摆饰 另外自然也少不了小baby的东西 带出她未婚妈妈的身份 看来这次的纽约之旅 Alva真的不枉此心 除了将自己的音乐与流行结合 也将纽约的时尚精神呈现给歌迷了解 我是Alva小雅萱 距离我的第七章国语新专辑 第五大道的发行 还有五天 完全乐小文独家报导